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行动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 排塔解读 哈喽各位水瓶座 各位昂贵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水瓶座的 朋友们的双中 能量运势排塔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树心座的最新消息 以提供给大家 作为这个生活小贴士参考 好不好 第一个蛮明显的 我看到很多水瓶座的朋友们 最近呢 好像开始会骑一些脚踏车 不管呢 你是去户外的那个 就是跟朋友 一群人一起去脚踏车 或者是去这个 河边啊 或者是比如说 去一些老街啦 去骑脚踏车 或者是最近呢 你在这个健身房的运动习惯呢 你也会特别想要踩脚踏车 OK 好 我个人会觉得 适当的运动 其实对身体蛮好的 所以呢 完全支持你 去做这样子的活动 OK 好 那第三个 第二个 对不起 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水瓶座的 开场讯息是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两个三周 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像特别喜欢 想要去买这种 帽踢 或者是这种 比较棉质的材质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呢 好像这个能量场 有一点像是某些 水瓶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对于一些 衣物真脂品的这个过敏 好不好 OK 比如说 有的人呢 他可能会对毛制品过敏 那有些人呢 他可能比如说 这个衣服 他的材质比较粗糙一点点 那可能就会引起 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反应 OK 所以最近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选择这些衣物的时候呢 可能选择 这个天然唇棉 或者是选择 比较适合你自己的 这个材质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一直看到 有一个人 穿了一个东西 一直在抓痒 有可能是 你穿的衣服的材质 并不太适合你 可是你可能 只是觉得天气变化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看看 好吧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 昂贵贵 也就是我们水瓶座的 朋友们的信息是 我会感觉 这两到三周呢 你可能会特别 想要去开发 或者是去研究一个 你可能新的兴趣 比如说假设 你突然很想要 像我看到的几个 就蛮有趣的 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会去学做 那个插花 或者是永生花 那有一些人呢 你们可能会去做调香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可能是去学习 怎么样调香氛 还是香水 那有一些人呢 你们可能会去 学习一些蛮特别的 就是会比如说 去铸造那种 我们可以自己做 那个什么 定做戒指啊 或者是什么项链之类的 就最近呢 我感觉你会特别 想要去学习 或者去开发 或研究这个部分 你想要去拓展的 这个领域或兴趣 好吗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很疗愈哦 所以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真的有想了 那就去报名一个 可爱的小课程 然后去上 好吧 OK好 支持你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个三中呢 你的挑战排卡 是这个宝剑3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也是宝剑2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水瓶座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好 我个人感觉 水瓶座的朋友们的能量场 蛮有趣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来 这个宝剑3呢 它是互相对于你 现阶段的能量场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 圣杯式子 抽到的是圣杯9 然后还有抽到一个是 全帐1 这三张牌卡呢 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 原因是因为 我会觉得 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你呢 可能对于一个交手的 相关状况人数呢 其实你是感到 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跟满足的 对方对你也是 OK好 就比如说你们合作 往来啊 很好啊 对方开的条件不错啊 公司对你的待遇也不错啊 你喜欢这个对象呢 他也很喜欢你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边故事稍微会有两条线 所以水平之后朋友们 你们可能要自己去思考 你是哪一个路线图的水平 因为这边呢 我要讲的这个全帐1呢 是两条线 OK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在 就是你们双方啊 彼此都很愿意投入啊 或者是彼此都很愿意去 能够进入到这种关系 或者这个合作啊 我觉得呢 都是有来有往的一个状态 甚至我觉得对方 其实给你的待遇条件 或者是 我觉得这种 互相送往迎来 这种状况都不差 那这个全帐1呢 反而是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呢 有可能呢 非常是 你所交所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 世界梦想或目标呢 他呢 可能在他那边 可能有一个新的机会 或在你这边 有一个新的机会 或者是呢 你们双方之间呢 会有一个新的状况 会产生 OK好 因为这边开始 就会有两个三个路线图分岔了 所以你可能 等一下我在讲 后面的排卡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稍微 联合运用妈妈 伸给我们的大脑 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可以截取适合你的讯息 就可以了 好吗 因为呢 我没有办法三个都解释 解释完可能就天黑了 所以我就稍微先跟你讲 来到这边呢 可能就会开始 有点分岔了 那这个权杖一呢 我个人会感觉 它就有点像是说 一个新的契机也好 或者是一个新的可能性也好 或者是 你们彼此想要去创造什么 都好 都可以 反正这边呢 可能是在你 或者是对方 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 会有这个 什么东西会开始出现了 所以来到这个 现阶段的量场的时候 相对的 这个宝剑侍者 还有这个米济斯 然后还有这个圣杯骑士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样子 新的这个状况 或契机出现之后好了 我个人会感觉 在你们两个人 双方之间呢 或者是彼此各自的心理里面呢 你们都会去思考 什么样的状况 或什么样的这个未来 或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我呢 或者是对整体而言 这个大局面呢 会比较造成 比较小的一个冲突 因为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新的契机 或者是可能性 或这个机会来到你们双方之间当中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进来的机会 是实力相当的 我就举一个工作的 你们要套用在你们自己状况上面的 你们就自行套用 你们就去想一下 比如说假设 你现在在这个工作岗位 这个圣杯酒 你觉得很棒 公司给你待遇很好 又给你升迁 又给你加薪 然后也不会超时工作 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说 那这个公司跟我 其实我们两个就有点像天照地色的一对 对吧 我找到我的dream job 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 你对于这个公司很愿意付出 这个公司愿意给你的也很大方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新的机会来了 就有点像说 恋人同公司告诉你 现在呢 由于你表现得很好 在这个公司 突然呢 有另外一间公司觉得说 他们也很想要挖角你这个人才 OK 那来一流性戒断这个能量长寿 好了 那别人要挖角你提出的条件很相当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圣杯适者 这个呢 是圣杯歧视 你可以看 他们手里拿的这个圣杯都是很大杯的 OK 那这个提出条件相当的 这个另外一个公司呢 你看哦 他拿的是 有点像是 他蛮有信心的 或者是蛮有自信的 就说 我这个东西给你啊 是一定你会喜欢的 就有点类似像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 比如说来了一个新的对象 这个新的对象 也一定就是你的菜 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当这个机会 当这个新的这个 选择或选项进来的时候呢 来到这个状况呢 就会变成是说 你去思考 我到底要怎么样 相信我自己 心里的想法 或者是去看目前整个局势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不会让这整个大局面啊 整个变得很混乱 或者是动荡不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也会感觉 你可能呢 也会去听一些 专业人士的意见 或者是听看看 身边信得过的人的 这个告诉你的一些 建议或者是想法 但是我终究会觉得说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能够去 我这样讲 你怎么说呢 你最终做决定的是你啊 那这些外面的人讲什么 我觉得都是仅供参考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要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内在声音 有点像是说 你其实坐在这边啊 你就算不做任何变动 不接受这个新的改变 或情形也无所谓的 因为你本来有的东西就很好 对方提出的条件 其实也不错 所以你选这个 跟选这个 对这个能量场上面来说 我个人会感觉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顶多差一些些 比如说这个公司给你五万 这个公司可能给你五万五 类似像这样 可是这个公司的同事 跟你相处得很好 然后可能给你的福利也不错 但你如果去这间公司呢 你要重新适应同事 然后你可能要看 你可能要重新累积你的分红的 比如说比例 类似像这样 所以相较之下 其实这两个选项 或这两个机遇 可能都还不错 所以在你的心里 你才会去问别人的意见 或听看看 打听一下这个同报中 这个同行中 这个消息等等之类的 原因就是因为呢 你的挑战 就是要避免这个保健三 意思就是说 你要避免这种 就是你让老东家 对你很失望 说没想到我用心栽培你 你却想说 别人在挖架 你马上就想跑了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比如说 你遇到一个很心动的对象 但是呢 你对这个人可能心动了 但是你并没有做出 什么越轨的事情 可是 这个跟你在这个关系里面 当中的那个人 你要怎么样去避免 让他心碎的这个状况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啊 这两到三中呢 你的主族会有点微量在这里 就是你要去思考 你可以去听意见 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这些想法 或者是去做一些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些 专业的资料的背景调查 但是呢 我个人会感觉哈 这一张保健试者 会要我提醒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没有做足功夫 没有找好资料呢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OK 你呢 如果轻举妄动的话 然后你还没有想清楚 那你可能就跑去这边 那你就尴尬了 你这个保健三人的量场 可能就 就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你的挑战牌卡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这个是保健7 抽到是这个保健女王 然后呢 还有抽到的 这个是权杖6 OK 这三张牌卡呢 同时在你的未来的能量场的时候呢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呢 我会觉得 在未来 你目前还是不会做出一个选择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这一张牌卡 是叫你要能够做足资讯 如果你没有达到 你 我这样讲 不可能百分之百 或者是十拿九稳 但是你起码在纵观全局之后呢 你要有所肯定 你才能够下下一步棋 我就这样跟你讲 OK 然后呢 这个保健7 这个保健女王呢 其实象征的 你注意看 它是保健6的 而且你注意看 这个有点 你去把它想象一下 就有点像说 这个女王啊 她左右双手都拿着一把保健 OK 然后呢 你看哦 这两只保健立在左右两边 这两只是针锋相对 这中间还有一只剑在这里 OK 就有点像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三只 跟这三只其实打平了 对不对 但中间呢 为什么会有一条横线画出去呢 这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 你还没有得到这一个 就是你觉得 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一个很肯定的证据 或很稳定的资讯 或者是你下定决心的 这个我觉得选择之前 我个人会觉得说 暂时都不要做出太大的决定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这样告诉你 然后呢 还有这个保健女王 加这个保健7 其实上阵的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这个保健8跟保健9 OK 因为传统的这个保健女王 是只有一只保健的 保健9呢 是因为这个女王 她比较特别 她拿的是两只保健 OK 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左右两只保健 你再使用这个双 这个他们叫我这样解释 这个有点像双面刃跟双刀流 你这个双刀流 如果死不好 你可能就会伤到你自己 那这个双面刃呢 你可能处理不好 你也可能会伤到你自己 所以这个保健8跟保健9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在这个保健8跟9的 这个能量场中徘徊 一向会觉得这样好吗 这样可以吗 这样我觉得可以啦 这样可能不行啦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在未来甚至 未来这个能量场两到三周呢 你可能都会还这种犹豫不决 或者是吃不下半也睡不好 或者是很烦恼 这件事情的这个状况当中 因为你甚至呢 来我跟你看 你甚至呢 连这个权杖6啊 你注意看 这个权杖6啊 都还在一个很犹豫 到底要怎么选择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怎么样一分为二 像这样子 你就把它切一半 上面是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旧东家 下面呢 可能是新来挖角你的人 这样子OK 我个人会认为 你在双方之间 都可以看得到 对你带来的好处 或者是对你来讲 有利的地方 或者是你都有 你爱的这个点 OK 可是呢 你去想啦 权杖3呢 像真的就是切一半之后 权杖3呢 像真的就是 我决定好 我可能想要去哪一个方向 或者是呢 你注意看哦 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要这样给你看 你终究啊 就是一根权杖 对吧 你就是要拿着这个权杖 向前冲啊 是不是这样说 OK 所以呢 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你这边是权杖6 在未来 你这边是一个权杖1 那权杖6加权杖1 像真的是权杖7 在未来你会去思考 我有没有要值得必要 去为了这个东西 而去攻下 我想要的逞强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在这边思考很久 要不要放弃 要不要选择 要不要 就是 暗兵不动 我觉得在未来两到三周 其实这个状况 还没有很明朗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 在更多的时间消化它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保健2 这个保健2呢 终究呢 会来到了一个 需要交叉的时刻 那这个保健2 其实就是从这个 保健女王的手上来的啦 我才能跟你讲 这个双刀流啊 你这个耍不好 你可能就会变成 一个双面刃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 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进 或者是有可能 随着这个情势的爆发 甚至小众的水平作品 我告诉你 你可能会被推动到一个 你不得不下决定的时刻 在未来可能会有机会发生 所以呢 我会告诉你 这两到三周呢 如果你尽可能可以脚步加快 去多做一点这个研究 或需要得到这些资讯 我觉得尽可能来 因为在未来这个 可能被命运推动的 这个保健2 那说实在的 到时候 你就真的有点像是 你没有准备好 你就有点像被赶鸭子上架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个人会感觉 其实你之所以 为什么这么难以 去做这个决定 或者是思考很多呢 是因为这个保健3 加上这个保健2 象征的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保健5 OK 那这个保健5呢 不好意思 刚刚这个是 这个保健7 我刚刚刚讲 来来 你出去看 保健5呢 对不起 保健3 保健2 保健5呢 再加上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 你把这个 我知道这边有点复杂了 我要开始跟 这个水平作品的朋友们 可能要跟上我的速度 因为他们叫我用这样跟你解释 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你们这一次双周 有点复杂 有点深奥 来 我解释给你听 预备备 我们要开始了 好 来 你在这边的 这个保健3 加上这个保健2 象征的就是保健5 我觉得你内心 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不想背叛谁 我也不想伤害谁 我也不想辜负了谁 所以 这个保健适者 之所以为什么在这边 请你要做好 万全准备 跟收集资讯 或者是思考的原因 就是因为 保健3 加保健2 加保健适者 象征的是保健6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 如果假设 这个保健3 保健2 加保健适者 这个保健6 这个状况 没搞清楚 那就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 全身而退 或者是资产而退 这就有点不太一定了 那在未来 这个保健7 跟保健8 还有保健9 最后一步 就是走到这个保健10了 那保健10 结束之后 才回到这个保健1 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你还在行走江湖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可能 要慢慢思考一下 因为保健2 保健3 保健4 保健5 保健6 保健7 保健8 保健9 你往后走 这样你就懂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这个状况 还会在滞留一阵子 所以我不是说你受困 我会告诉你 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因为接下来 就是保健10 跟保健1的来临了 OK 你终究就是要 从这两支保健当中 去选择其中一支保健了 去创造 意思就是说 你从这两支 拿出一支 加上这个保健9的能量 就是保健10 不过也象征 开拓全新的保健1 报告完毕 好 来 这样你应该懂了 他们刚刚讲 我先给你们预告一下 我现在要来一场 很复杂的解说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 你会更加的清楚 好吧 OK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就终于 来到了宇宙的验证牌卡 来 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借你 不管是新朋友 或老朋友 都可以来看一下 好不好 OK 原因是因为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不仅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要传递的 这个能量场之外呢 有些时候会重复一些牌卡 回来告诉我们 水瓶座的朋友们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症结点哦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吧 OK 那你如果是来到 我的频道 是新来的朋友们呢 你可能呢 并不是对我很了解 我是一个 只读正位牌卡的人 但是这一副牌卡呢 不好意思 很特别 它不管什么方位 我都会解读给你听 好吧 OK 好 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已经抽到了这张 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这个宝剑二 OK 对不对 圣碑二 来 我先把它转正给你看 不然等一下头晕了 好 来 这个圣碑二呢 刚刚出来的时候 是往逆位的方向开始转了 OK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 原本呢 这应该是一个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这两个处得很好嘛 你的旧东家很喜欢你 你也很喜欢 他们啊 你们就互相往来很好的 但这个圣碑二受到挑战了 所以他开始往这个四十 四五度角 不是 往逆位的方向走 然后朝向即将快要到 四十五度角的地方 因为这个新来的这个契机啊 或机会或人选或选项啊 它其实说实在啊 是带着满满的热情 跟熊熊的烈火来的 甚至呢 我个人会认为 有一些这个 水瓶座的朋友们 这个东西来的时候 我个人会感觉 你去想一想 它有点像是一个搅拌棒 我这样解释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但没有不礼貌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 它很像一个搅拌棒 开始要在这个状况当中 就是这个圣碑石 的状况当中 开始有点像是要去 掀起一些连移 跟一些状况 因为呢 这个权杖一的能量要够大 它才能够掀起这个连移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权杖一这张牌卡 说实在 你光看它的意向 你就会感觉它来势汹汹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人可以给你的 或是一个公司 可以开出的条件的 其实不差 那这也正是因为 它力道够大 它才能够在 这个双方都很和谐的状况下 去造成了一点点 动乱在里面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这张牌卡 是保健器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跟你解释 很多保健的原因 就是在这边 你一定验证牌卡 就是保健器 在验证你现阶段能量场 OK 来 这张牌卡呢 即将要开始倾斜 变成一个逆位的一个方向 OK 这个保健器呢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如果你要全身而退 你得要去好好思考 我先把它放到旁边 不然我自己等一下要搞混 来 你得好好思考 这个保健2 加保健3 加这个保健4 象征的就是保健6 接下来走到保健7 OK 这个保健7 你注意看 这个人为什么要拿着这个保健 这边好像偷偷摸摸的 赶快把他搬走 因为他就是害怕 我现在做不出决定 我又害怕 别人好像会觉得 我背叛他 或者是辜负他 然后这又下不了 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 又有点尴尬 所以这个就是 保健3加保健2 象征的就是保健5 你好像要一肩扛起 这些所有可能不为人知的 或者是你暂时不能透露的 或者是你不希望 这些交所相关状况人数 发现的 就是在你这个现阶段能量场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这个保健7 赶快加这个保健4则 加起来赶快想办法 去收集一些你要的资料 或者去做一些前置作业 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假设你现在不起身 你不赶快把这五支保健 背在你的身上 我跟你说 你又尴尬了 你就变成是保健7加保健4则 象征的是保健8 你就把自己困在里面 所以这边我才会跟你讲 行动越快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 我会跟你说 你如果有所行动 有所准备 最好是能够越快越好 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 这个能量场的 你的这个挑战牌卡 是这个保健3 那这个保健3的验证牌卡 打痕的是什么呢 打痕的是圣杯女王 这个圣杯女王打痕的 说实在的 我也不是很讶异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圣杯女王 你可能不太了解 我解牌的方式 我解牌不一定会按照 牌译的方式去进行 我会告诉你 这个能量场 要告诉你的讯息 传递给你 OK 这个女生 其实就是这个圣杯女王 OK 你看 她好好的站在这边 稳稳荡荡的 拿着这个最大杯的圣杯给你 然后来跟你进行一个结合 可是这个圣杯又受到挑战了 她现在是打痕的 为什么打痕的呢 打痕的 为什么要来验证这个保健3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在犹豫 要不要对这个 跟你交手相关状况元素 或者是避免任何的伤害 或者是损失 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去想 打痕的意思就是 这个还没有完全打翻 所以你卡在一个 选择要或不要 能不能给不给 或者是走不走的一个阶段 OK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思考 这样做到底会不会 造成彼此之间的 有一些 我觉得无法控制的一些状况 我就这样告诉你 好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这个是 命运之轮的 这个45度角 那它是 准备 就是要转成这样子了 OK 但是呢 这张牌卡呢 出现在你未来的那场 我个人会有感觉 这张牌卡之所以 为什么会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正位应该是这样子 它现在已经逆逆逆逆逆逆逆 逆到快要转到 变成完全逆位了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 你会有一种觉得 情势 或者是在未来这个状况 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 为什么我会跟你说 等一下不好意思 这边太多讯息了 讯息量会很大 我先解释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会说你这个保健二呢 在未来你可能会被命运推着走 就算你不决定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会这样跟你说 你不走啊 命运都会推着你走 因为当这个命运之轮 这样转转转转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再逃避这个命运了 你是时候要去下一个决定 所以 现在你还有一口气在 他还没转值 还没转值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赶快把握机会 跑快一点 好不好 好 那在接下来呢 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的保健二 你的验证牌卡是这两张 OK 分别是这个 战车牌卡跟舆轮牌卡 然后呢 他都是打横的 OK 来 我转账给你看 这两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 在未来呢 你如果不走 命运也会推着你走 这个终究要来到一个选择的 这个状况当中呢 你如果不去做一个选择啊 你新的开始跟这个动力啊 要有一个改变呢 我告诉你 就会卡在这边做一个停滞的 所以呢 我也会跟你说 这就是为什么 未来可能还会再停滞一段时间点 就是新的开始 跟所有的行动 跟事情的推动 可能都要再等待一下 好吧 OK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呢 随便跟我朋友们 收脚快一点 好不好 你看到命运之轮 我刚刚已经在第一幅牌卡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在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一定要用这个字 或换一个字去想 就是代表 这次都要来验证后面这些牌卡 OK 好 好 来 最后我们来看 好 好 来 他们说还有一张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这个牌卡 是非常有趣的 好 来 好 来 他们说 这三张是要给你的讯息 但是这边还要有一张 OK 好 你们拿很多张牌卡 幸运的水瓶做的特别 我们来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 最后的补充讯息给你 然后最后那三张 是要传讯给你们的 来 请注意 来 你看到 你看到 这边有一个可爱的 这叫小海踏吗 好 来 这边呢 我给你看一下 你分别呢 抽到是权杖女王 还有抽到宝剑6 还有这个圣杯侍者 OK 他们要我告诉这个 水瓶座的朋友们 来 他们要我跟妳讲 这三张牌卡 请你先看这个宝剑 这是宝剑6 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一样 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要能够全身而退 或者是好好有一个 结束的一个方案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 你这宝剑是要同时向外的 所以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如果不管你做下任何的决定 你这个决定呢 是要对你自己 还有对对方都有利 不然呢 这个和平的状况 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哦 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要我跟妳讲 如果假设你在解决 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 你呢 不仅要拿出一点诚意之外呢 还要拿出一点点智慧 你要能够去看事办事 还有这张权杖女王 给我有一种感觉 他们说你不要 变成是说 这是第二个讯息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牌塔需要搭配 就是你在解决这件事情 你要有诚意 你要拿出智慧 第二个要补充 给水瓶座的平门讯息是 你不要因为别人 端什么东西给你 你好像就会被他控制 他们说呢 你要反控制 这个权杖呢 当他充限到 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对没有错 他的确是发射 朝向你 但是你可以把他接下来啊 你可以掌握这个东西啊 OK 这个人呢 或者一个交手相关 状况人数 世界梦想或目标或条件呢 他呢 你不一定要受限于他 而是你可以反控制 拿起这个权杖 成为这个权杖女王 有智慧的去处理 这些你所担忧的 或你想要处理 想要面对的这些状况 好吧 这个他们要我跟你讲 你绝对有机会 能够反控制 或者是反转整个局面的 那最后这三张牌塔 就是你的bonus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 好不好 分别是这个魔术师 然后还有这个死亡牌卡 还有权杖士 我个人会告诉你 这三张牌卡之所以 为什么会掉出来 要告诉水平座友朋友们 一件事非常简单 OK 这一个呢 这两到三周 这个状况当中呢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个就是来考验你 你要如何去显化 你所想要的东西之外 还有如何去巩固 让这个东西呢 能够有一次的机会 能够看见这个希望 这个就是你这两到三周 要去特别注意 跟了解的这个讯息 OK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出去看 这个是一个魔术师 魔术师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能够去控制所有的局面 或者是我能够去掌握 或者是能够让这件事情 能够朝我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在第二个讯息 我会提醒你 这个权杖女王呢 象征的意思是 你可以操控全局 但是不是那种很变态的 什么操控人心 PUA那种 不是 是指你要想办法 让这个状况能够稳定下来 这个就是魔术师的意思 OK 那来到这边呢 这个死亡牌卡加这个权杖4呢 他们说 在经历过这一次的转变之后呢 你不仅会懂得 什么叫做掌控全局之外呢 在经历这个 魔术师加这个权杖4 象征的是权杖5 在经历过这个磨练的之后呢 你会走出这一条道路 所以呢 这个 跟你交所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相信在未来呢 可能会 比较容易平坦一点点 可是这张 他们又叫我拿起来 再给你看一下 这个死亡牌卡 象征的是 在这个漩涡当中 你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 还没有跑出这个隧道口 你还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 他们要我告诉 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这大概两到三周左右的时间 甚至有的比较长一点点 大概一到两周 还有另外一派的 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是到明年的二三月 你这个东西 才会可能有所定案 好吧 OK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 要给我们这个水瓶座的 这个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图 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解你的排卡 蛮过瘾的 不过里面呢 由于穿插了 大概两到三周的水瓶座 所以我会建议你 去截取 你觉得对你适合 有帮助的讯息 然后灵活运游妈妈 伸给我们的大脑 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其中的关键要点 对你来讲 应该是会蛮有帮助的 好吗 好了 那就非常感谢 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来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